下一个问题是有同学问到说 关于瑜伽睡眠术 因为在我的网站上面 有一个免费的瑜伽睡眠术 大家是可以自己去登入做练习 那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我有放三段瑜伽睡眠术的练习 OK 那我们说啊 有同学提到说 瑜伽睡眠术跟瑜伽练习 瑜伽体位练习的大休息 有什么差别 OK我们说 大休息 Shavasana 它是一个体位 它叫贪失室 那瑜伽睡眠术的练习当中 我们会用贪失室的这个体位 可是我们不一定要用贪失室的体位 我们也可以坐着 我们也可以测躺着 OK 所以贪失室是我们使用的一个体位 可是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它 那大休息的话是体位练习 OK 那所谓的体位练习 我们依照阿哈达瑜伽经里面 对于体位练习的一个定义 它说每一个体位的 当你进入到每一个体位的时候 不管今天是头力 肩力 手道力 还是只是单纯的贪失室 你都应该是要舒服安稳的 停留在那个体位当中 OK 这个是大休息的时候的重点 因为它是一个体位练习 那瑜伽睡眠术 它不是体位练习 瑜伽睡眠术 你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冥想 好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问题 请问瑜伽睡眠术跟冥想有什么差别 我们说冥想它的重点是 witness 观察 是感受 那在观察跟感受的当中 你要做到的是让它一步一步 你的感官要收拾 OK 你跟外界不应该是有所联系的 OK 以免说你的心会受到干燥 所以我们说冥想它比较 于冥想的练习 一般坊间的冥想练习 主要是你要专心专心专心 OK 那大 但呢不是大休息 那瑜伽睡眠术 它基本上它是 它是密教瑜伽的一种练习 它是所谓的透过能量的导引 OK 然后让你的意识 跟冥想练习一样 可以从主意识一步一步一步的切换 在 在所谓的观察一切的过程当中 放掉所有的一切 所以跟冥想 冥想是专心专心专心 OK 观察观察观察 那大 那个 瑜伽睡眠术是放掉放掉放掉 最后你什么都不是 不是你不是你的身体 你也不是你的心 你也不是你的能量 你也不是你的思绪 OK 你是最完整而初始的那个意识 好 那有人问到说瑜伽睡眠术不是催眠吗 不是 因为手法不一样 手法跟功能还有需求都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有人问说 为什么有时候练习完瑜伽睡眠术反而会睡不着 就像很多时候冥想不是让你在睡觉前练习一样 我刚刚说过 不管是冥想或是瑜伽睡眠术 它都是你的意识在做切换 OK 你的意识正在体验着死亡的过程 你的意识正在体验着回到所谓出我 所谓出本我 不是本我 对不起 出我你最初始的那个过程 OK 所以我们说 它可以走的比你催眠更深 催眠基本上你是在潜意识的阶段 你的意识是调在主意识跟潜意识之间 那我们的瑜伽睡眠术的话是让你的意识 从主意识切换到潜意识 切换到无意识 最后到无意识之后的东西 OK 在瑜伽的传统当中 我们的意识有四个不同的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叫做Tulia 所谓的无二元的意识的那个境界 然后我看一下他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他问到说 对回去讲刚刚那个睡不着的问题 因为你的意识在切换的过程当中 你的身体一定会放松 因为你的意识不会跟身体相连结 就像你在睡觉一样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身体的一切 那再来就是 你的心会安静下来 你的思绪会安静下来 大家试想一下 你如果平常晚上要睡觉 脑子很乱 你绝对睡不着 OK 所以我们要让你的意识 做切换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一定会静下来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你的身体静下来了 你的心也静下来 意识在做转换之后 当你练习完回来 你的意识回到主意识之后 你都已经睡过一觉了 你的心 你的大脑 还会需要再睡觉吗 OK 所以不要在睡觉前 练习瑜伽睡眠术 除非今天这个瑜伽睡眠术的练习 它的那个设计 是专门设计成让你好睡觉的 那即使它的设计 是让你好睡觉的 我们都会建议你 不要听着睡着 最好是在你要睡着 你要准备上床 睡觉前一个小时 小时练习 那最好练习瑜伽睡眠术的时机 是你早上起床之后 OK 好 其实是 有同学他问到说 在练习过程当中 身体会很痛 是正常的吗 嗯 我要先让大家知道 就是啊 不管你的身体 今天是痛 是紧绷 觉得烫烫的 觉得冷冷的 或者有些情绪反应出现 或是你忽然看到什么东西 或是闻到什么东西 如果这一些现象 在你平常练习瑜伽体味 瑜伽呼吸法 瑜伽冥想 你在坐禅 打禅的时候 禅坐的时候 或者是 你在练习瑜伽睡眠术的时候 出现的话 这一些东西 都是你身体里面 能量具象化的一个 的一个现象 所以不需要去担心它 不需要去惧怕它 可是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要去面对它的话 你可以在 瑜伽睡眠术的练习当中 先不要马上中断你的练习 可是你可以把身体 侧躺着 因为我们侧躺着 你会比较有安全感 你可以侧躺在一边 不管是左边 或者是右边 你侧躺在一边之后 自然的呼吸 OK 等到你的心 比较安定了 等到你准备好了之后 你再背躺 然后再接着 把整段练习走 OK 所以如果你的 你在练习瑜伽睡眠术 或者是冥想的时候 你的身体某些地方 会很疼痛的话 像有些人 如果大家有看过 网络上面有很多人 他们发表 他们去 分享他们去 不管是印度 或是泰国 或是什么地方 做所谓内观冥想 vimpasana的时候 他们会到了某一天 会开始有所谓的 狂背 狂醒 或者是会有 全身很痛 或者全身 好像有火在烧的 那种感觉 那都是你 内在能量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视为 是内在能量的 一个小伞 OK 重点是 不需要把它 背在你的身上 OK 随着呼吸 让它 离你而去 就可以了 OK 我常常说 如果 我们每天 吃进去的东西 要透过隔天的排泄 把它排出来 你每天 见识到 经历到东西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透过大脑 把它排出来 你 长久以来 积存在你能量体上面的 一些东西 会在这些练习当中 慢慢的被释放出来 那既然你在 你平常身体 在大号跟小号的时候 你不会刻意的 把它收住 让它留在你身体里面 你平常在做梦的时候 你也不会刻意的 告诉大脑 不要做梦 这个东西 我不要把它代谢掉 我要把它留在我的大脑里面 那么你 因为你不会这么做 所以你在练习瑜伽睡眠术 或者冥想的时候 有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干嘛要把它 收紧在身体 OK 好 如果大家对于瑜伽睡眠术 很有兴趣的话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我的官网上面 我有把我之前有开的 十个小时的瑜伽睡眠术 的前导课程 做成所谓的录影档 你可以自己自修 那这十个小时的课程当中 有包含了你自己的练习 我囊括了四个不同 目前主流的瑜伽睡眠术 门派他们的练习 OK 因为我有上过他们的课程 四个小时的课程 不是四个小时 四个不同派别的课程 我都有上过 OK 然后再来就是 在这当中 还有五六个小时的 那个 的录影档的课程 里面主要是针对 瑜伽睡眠术 做一个比较粗略的介绍 那有兴趣的人 欢迎去选购 内门自修课程 OK 那如果你将来 想要成为 瑜伽睡眠术的导影师 就是在我们这边 学习成为导影师的话 内门课程 是一个先修 是一个暴明的前提